他是一位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战斗英雄 曾在激烈的战斗中用爆发机向上级呼喊 为了祖国为了顺利向我开炮的豪言壮语 他就是山东省早庄军分区政治委员韦昌静 2018年12月18日 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韦昌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并获凭保卫改革开放和平环境的战斗英雄 当地时间1月21日 韦昌静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说 从小对于军人就有特殊的感情 也正是这份特殊的感情让他经受住了炮火洗礼 成为一名保家卫国冲锋陷阵的战斗英雄 生活在红旗下 普遇着矛盾思想 这个长大的一代人 从小我们听着歌曲 看着影视 得着书记 多是一些革命英雄故事 无数的革命先里 至今可以说都是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老海 所以在我这个高中毕业以后 就带着一种决绝的心愿 报名参军了 上世纪80年代 其参军一年的围昌警 并跟随部队参加边境军事行动 在激烈战斗中 四位战友接连牺牲重伤 为保住阵地 阻止敌人侵犯国家领土 他独自牵守站位11个小时 在敌军即将攻上上位时 他利用暴化机高呼 为了祖国 为了胜利 向往开炮 当我一呼唤一叫 发现我了 知道我在什么叫 就弄枪 从枪就对着我们的扫过来了 手能量也扔过来了 我意识到我们稍微很有 可能瞬间就会四十度威胁 因此我截了 我给盘上说 我是我命中 要是阵地重要 请不要管我 为了祖国 为了胜利 再次向他呼唤 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要求我们上炮火 火箭的炮火 对我们开炮 在我的情觉下 把炮火打过来了 在此次战斗中 伪长景引导炮兵 连续打退敌军八次反扑 牢牢守住了阵地 为战斗胜利 做出了突出贡献 战斗结束后 年纪十九岁的 伪长景造出了重创 左眼 右胸被带片击穿 全身二十二处扶伤 在后方医院 昏迷了七天七夜 走下战场 伪长景信号获得 战斗英雄 改革先锋 等荣誉称号 同时也是八一勋章的获得者 回到部队 身体康布后的他 按照上级安排 先后十多次调整工作岗位 从一名战士 成长为市制领导干部 面对荣誉 鲜花和掌声 他并没有沉浸其中 而是牢记自己对组织的承诺 在每一个任职岗位上 留下了扎实奋斗的足迹 荣誉 荣誉是打 国家 组织和人民 对个人 曾经做出了共享 和牺牲 一种表彰和感情 一种鼓舞和精力 以作为本人来说 我始终认为 他既是你工作的动力 同时又是你前进的压力 但绝不得也不是你骄傲 炫耀的资本 三十多年来 韦常进坚持到部队和学校 开展国防教育 先后为十余万名青年 做过报告 他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虽然处于和平年代 但永远不能忘记 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战斗英雄 我觉得我有职任 有义务 在这种和平的生活中 把当年战友们这种精神 特别那些牺牲历史的 这种事迹 全场给后面的人 让他们让大家 时刻铭记 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不是某个人赐予的 不是平白无辜 所拥有的 也不是我们幸运 所带来的 而是有千千万万个人 用他们的生命 用他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热血 在党的领导下 出的 如今 韦长景依然活跃在部队 他说 新时代是属于奋斗者的时代 也是尊崇奋斗者的时代 他将继续保持 和发扬中国军人 吃苦耐劳 勇往直前的优良作风 不断为祖国国防和军队建设 贡献力量